Eric 周星哲二號舉辦一批慶功 外加粉絲見面會 除了宣布五月即將公辦的好消息 另外這集兩首歌曲 都已經突破億萬人一數典籍 也讓他登上最年輕破譯華語歌手的寶座 他現在身為一個 the most youngest的那個雷劑 怎麼看 好多英文 the most youngest 是不是 我覺得非常的 overwhelming 都是名字 就是很 說不出話來 就是很 很謝謝 因為我認真認為音樂是會說話的 不過當小青星們知道Eric教了女友 還是覺得Heartbreak想離開 肯定有啊 我覺得其實 小青星們很多 大家都寫薪水薪水薪水 肯定有一些離開了 但很多都還在 離開就聽不到這樣的好歌聲 大家怎麼捨得啦 我終於了幾次 我 不說都是心碎的 我才懂 是安靜的時候 是沒有人說 也不需要任何人在想等我 我終於愛情的我 我 只做你的眼 擦肩而過 沒有能力的我 還是你要洒舟 若不有一天 再遇見你時候 我會微笑點頭 隨意的 先去上英文課囉 The most youngest 還被報到 非凡一個台灣報道